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 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高级片的Digest循环和Apply 第一部分是介绍Apply 第二部分是Watch 第三部分是Watch Connection Digest循环和Apply 它们的方法有三个 Apply函数是可以将Angla GIS框架的外部 按表达式在Angla GIS上线内部执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在Apply这个方法里面 它是可以不停地在实现一个循环 Apply函数可以从Angla GIS的外部表达式 在Angla上下纹内部执行 例如假设你实现了一个SedTimeout 或者使用了第三方库 并且按你的事件运行在Angla GIS上下纹内部时 你就必须使用Apply Apply函数接受一个可选参数 这个表达式可选的接受一个支付串 或者函数并且是当前作用域的 并且是在当前作用域内执行 如果传入了一个支付串 Apply首先会在这个支付串上会调用Eleven 以强制Angla GIS在局部 或者传入一个支付串 Apply首先作用域上下纹中使用 运行支付串表达式 如果传入了函数 这个函数将会所有函数的作用域上执行 Hunt服务会补货和处理方法 抛出所有异常 最后Apply方法还会直接调用 Digest循环 何时使用Apply 一般不建议在控制器中使用Apply 因为这样会导致难以测试 而且如果不得在控制器中使用 或者很可能按事件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当我们将GQR或者是Angla集成在一起 这通常被视为一个肮脏的行为 就需要使用Apply 因为Angla GIS不会察觉到执行Angla GIS上下纹的事件 例如你在使用GQR插件时 用的那种时间空间 就需要使用Apply将来自GQR的值 传递到Angla GIS的应用中 在这里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指令 这一段不要 指令这是我从网上找来的资料 给大家看一下 指令中我们在原始上使用了 这个日期插件 这个GQR插件方法 OnSelect Select方法 插件暴露一个Select的事件 这个事件会在用户选择日期时出发 为了在Angla GIS内部获取用户选择的日期 我们需要在Apply函数中运行 通常可以依赖于可试图任意来调用Apply所有的NG指令 比如NG Check 这些都会调用Apply 此外还可以依赖于一系列的Angla GIS内部服务 来调用Digest 比如HTP服务会在XHR请求完成并触发返回新职 Promise之后 调用Apply 无论何时我们动手处理事件 都使用第三方框架 都使用第三方框架 比如JQR Facebook API 或者是调用SET Timeout 都可以使用Apply函数 On Angla GIS返回Dios Digest 循环 Watch列表 当我们在试图中 追寻一个事件 会给他们注册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希望在页面中触发该事件 调用的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永远不要在控制器中使用Watch 因为它会使控制器难以测试 这里是会解释 姑且允许这样做 稍 之后我们会将这些监控移到相应的服务中去 Angla GIS还允许我们的对象属性或者宿主 的原始组设置前监控 然后只要属性发生改变 这个Watch也就是相当于这个监控 所以说我们尽量 就是说在那个Digest Digest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个章子检查 它也是在监控 它是否有改变 没有改变的话 它就可以返回这个True 改变的话就返回False Angla GIS还允许 我们的对象和属性或者宿主 原始设置前监控 然后只要属性发生改变 就会触发监定器回掉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那个双向Angla GIS的双向数据保定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使用了Digest 使用了WatchControl 使用了WatchControl 还可以检查 使用WatchConnection 还可以检查 检测对象 还可以检测对象或者宿主 何时发生的变化 以便确定对象或者宿主中 条目是何时添加移除或者移动 WatchConnection的行为 是与Digest循环中的标准 AWatch的行为一样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标准的 Watch 紧张 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生命方法 一个新名称一个旧名称 好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代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这个地方声明NGAPP 然后这个是不用说的 这个是给它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声明了一个 模板 这个GS的模板是可以这样子声明的 然后 这个地方就是NGshow 我们是否显示这个地方的内容 然后它会反回一个 True和False 然后我们主要的介绍的是 这个元素的A pair 你看 它会在这个地方 它是否点它的歪纽值是否是Yes或者No 如果不是的话 它将会返回一个数字 它是没有内容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不会显示 这个一个内容就不会显示 我们来运行这个程序 就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不停地在监控这个 所写的东西 你看 这个方法一直在调用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看你是否在选择 应该是AWARCH 这个 这是判断它的总金额的 我们先把这个看了 然后再去介绍它一个 AWARCH是判断总金额 这个 这个例子是 主要是监控我们提醒 提醒它 是否选中 如果它不选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 好 AWARCH APLAYER 好 我们已经运行了APLAYER 如果我们点YES 它不会显示点NOTE的话 NOTE 它就会提示这个语言 你看 是不是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解的就是 AWARCH监控 不管我们输入的内容是什么 它都会计算总金额 然后把金额转换成 转型 然后变成一个总金额 然后会在我们这个地方显示出 总金额 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理解的 这个地方的 只是我们传进来了 是相等的 你看我们现在运行程序 这个地方 每一次我们是要清零的 初时化 好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总数是6 然后我们变成2 加5 加80 84 它是不停的可以计算的 这个会用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 你看我们这个清零了以后 加2 你看 加3等于6 加6 等于9 加7 等于10 这没有问题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介绍的一些内容 感谢收看本日教程 谢谢大家